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終於來驗證了一件事情對不對 果然破底了 跌破了這個大家一直在講說這個16202 還記不記得投資朋友 那接著下來大盤又該怎麼看呢 投資朋友相信這也是你想知道的答案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初我在索馬頻道的時候 你要記得我在索馬頻道是10月12號 那10月12號那時候已經大盤連漲三天了 好在連漲三天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非常堅定的告訴你什麼 我說16202點必破 有沒有只剩下時間的問題 而且區間震盪越久 籌碼越凌亂 整個量能退潮對不對 投資朋友你還記得吧 我相信這個我不是只有10月12號講 我當時講 10月初我就先跟你講了 有沒有 投資朋友我就先幫你規劃好了 我說那個地方會在10月31號以前 會破底 那為什麼要說到10月31 因為我說 大盤不是我控制的 那我也知道他們那邊還會在那邊震 但是一定會在10月31號以前怎麼樣 一定會把那個16202跌破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呢 今天幾號 10月23號 10月24號嘛 對不對 有沒有驗證 所以投資朋友 為什麼我能在這個10月初就可以跟你講 為什麼 你有沒有去想過 那10月初到現在市場都跟你講什麼 公萬七有沒有 還記得吧 應該不會健忘吧 對不對 然後呢 國慶日之後呢 又要跟你講 這個盤要開始漲了 有沒有 什麼 反正啊 每個階段都跟你講的非常好 對不對 反正你的心情就充滿著希望 結果呢 後面都讓你失望 所以投資朋友你繼續想想看 曾鴻在10月月 我就先跟你先提醒了 這個盤 一定會破前低16202 誰能夠告訴你 我時間點都把你抓出來了 對不對 我說10月底以前你會看得到 那現在今天不是10月24號嗎 是不是完全驗證嗎 所以投資朋友接下來的大盤 你還要聽誰講 還要再繼續聽那些做多的跟你講什麼 這個16202守得住 對不對 所以代表怎麼樣 這個大盤又要開始往上衝了 你這句話不覺得很熟悉嗎 當時跟你講的 前天啊對不對 前天拉到169點 那一根下影線那麼長 大家開始在動什麼 這個禮拜要怎麼樣 大轉折 多頭絕地大反攻 有沒有 還記得吧 結果呢 張是怎樣 張是樓是889點 有沒有 只有曾鴻又跟你講什麼 只有曾鴻在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我在跟你講什麼 我說不是多頭絕地大反攻 而是空頭絕地大反攻 還記不記得 所以你看這一路下來 誰講的才是正確的 投資朋友 誰是真的在幫你 對嗎 像是每天跟你說一直吹 沒關係 去買 越買越多 越買越多 是 自己倒三天 還是自己害 你自己想看看 所以投資朋友 你這個盤 我只能跟你講 我都已經從10月初 可以驗證到現在了 那你自己看 我只能跟你講 投資朋友 來 我們已經出現了三次的警訊 每一次的警訊 不用講太多 因為現在講多沒有用 每個人都喜歡等什麼 等驗證 等答案 所以說你現在的驗證 答案都出來了 我在10月初跟你講 會破千滴 那你現在就接著要看什麼 投資朋友 我只能跟你講 反彈後還會再破底 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不是在等 一樣 所以我說比較多也不好 但說實在的 我怎麼樣去提醒你 我怎麼樣跟你講 跟你去分析 你永遠都在等 是不是 沒錯吧 所以投資朋友 你要把握這個小反彈的行情 你第一個 手上的多單 有機會的 趕快就先跑了 同時我們還可以佈局 好這個一些空單 這才是你現在要做的 當然投資朋友你就 開始又受到這個市場的氛圍 對不對 反正我說過 我所講的 畢竟是我在分析 對不對 我在個人的操盤的經驗 分享給你 那可是市場講的咧 市場講的呢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來的 可是每次市場講的一樣的時候 往往都在吐吹 對嗎 你不覺得嗎 每次跟你喊公萬七 吐吹 每次跟你講中秋節過後會大漲 吐吹 每次在跟你講說 這個10月6號國慶連假之後 要開始 要開始怎麼樣 衝上去了 吐吹 有沒有 上禮拜五跟你說什麼 這個 節日下來要大轉折了 多頭絕地大反攻 又吐吹 那不是這樣 吐吹幾次了 不是這幾次而已 所以投資朋友你自己想想看 現在的行情你到底要相信誰 你到底還要繼續聽哪一方面的話 還是繼續做多的嗎 你自己想清楚 那如果是說你繼續想聽做多的 等到後面跌下去的時候 你就不痛到癌了 因為可憐至人必有可恨之處 因為怎麼講都講不聽 對不對 你永遠一直在認為這個盤就是有希望 哪時候沒希望你可以告訴我嗎 哪時候沒希望 每次只要漲那麼一天 你就希望就來了 你就可以開始聽到很多做多的那些 跟你講的一些很好聽的理由 很好很漂亮的美景 有沒有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昨天是跌189 今天是反彈了58點 對不對 我請問 真的會讓你開心嗎 你是不開心的 可是你聽到了很多給你的希望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給他想看看 到底你要該怎麼做 我只能跟投資朋友講 只要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想清楚 你都還來得及 你千萬不要到後面 你千萬不要到後面已經在怎麼樣 開始多殺多 破底再破底再破底 的時候 你才開始怎麼樣 兩行類掉下來 甚至於 怨天尤人 對不對 對 投資朋友那時候你還來得及嗎 我不知道 但是最起碼我能跟你講 你現在只要願意改變你的方向 你都還來得及 就像我們之前在放空單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這些的空單 如果是你手上的多單 你該怎麼辦 那尤其最近這個盤不穩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很喜歡追什麼 看市場上有什麼漲停的股票 趕快去搶 對不對 有放什麼利多 趕快去搶 昨天前天 不是有人在跟你講化工股嗎 結果咧 好 昨天那個中炭 放了一個利多 什麼中炭的石墨商機大爆發 有沒有 大家就很容易被這三個字大爆發給騙 結果咧 沒有大爆發 主力大出貨 對不對 開高走低 瘦最低 幾乎瘦最低 那今天呢 今天大盤彈上來 結果咧 他繼續跌 而且還跌破了什麼 那昨天的低點 代表你在昨天搶的全部被套 有沒有 投資朋友永光不是也是一樣嗎 你看到當初 昨天我還記得 中炭衝到快漲停 對不對 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買不到 趕快去搶什麼 搶永光 因為永光很強 結果咧 不是跟中炭的命運一模一樣嗎 結果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樣 跌破了昨天的低點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不要不分青紅皂白 去市場跟風 有沒有 哪邊搶就趕快去搶什麼股票 也不管他的基本面 也不管他抽麻面 反正先搶再說 有沒有 結果咧 結果又被套了 這就是我們現在大盤 一直套一直套 一批一批套 反彈再套 所以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 很多的股票 實際上在前面 就已經出現了很多的簡訊 可能投資朋友 你聽不下去 包含像星星 有沒有 你看這個頭 多漂亮 應該有看到吧 那是不是跌破了 好跌破之後 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這種盤頭破線股 如果他出現反彈 你要記得 等他又回彈到什麼 警線區 你就趕快賣 因為後面就是迎接主跌斷 所以投資朋友 星星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手上有的 你自己要小餌 皮要爬一點 再來就是南亞科 南亞科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有沒有去發現到什麼 前面的金豪科在漲 他在原地打轉 威鋼後面又在漲 對不對 接棒漲 他還是在原地打轉 等到威鋼跌下來 不好意思 他直接跳空下來 有沒有 變成一個圓壺頂 而且這個融資都是幾乎都不退的 還在增加 為什麼會增加 很簡單 因為看到威鋼漲 因為看到這金豪科在漲 對不對 南亞科沒有漲 所以就跳進去買 是不是這樣 你看看 如果你手上有南亞科的 是不是這樣被套的 這就是利用什麼 股市的心理學 主力就抓死死這些什麼 散戶操作的心態 所以投資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等他又再跌下來的時候 我想請問你 你要怎麼面對 你要怎麼處理 還是要當機立斷 趕快跟著鎮鋼來做 做什麼 絕對不是做多 當然是做空 所以投資朋友 我們現在大盤面臨到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在10月初 我就非常的肯定告訴你 16202一定會跌破 我不是在跌的時候跟你講 倒數明明要搞清楚 我不是怎麼落井下石 對不對 已經看到連續跌了四五天 才跟你講說 那個16202會跌破 不是 我是在跌的時候跟你講 而且我剛剛不是拿給你看了嗎 10月12號已經連漲什麼 漲三天了 我還那麼樣的肯定告訴你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說 投資朋友 不是用猜的 我已經跟你講了非常多次了 我說大盤現在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我說一堆的個股 不是一堆的利多嗎 我每一檔的波段的空單 對不對 投資朋友你自己去看嘛 是不是都是一堆的利多 為什麼股價會一直破底 你會太過嗎 不就是這個問題嗎 什麼問題 籌碼問題 一堆人被套了就死不出 只要有一天漲 你就開始去聽到那些安慰劑 什麼安慰劑 做多的一些財經媒體分析人員跟你講什麼 這不要緊 還有機會 這個地方還會打底 這個地方破底之後 哇塞又衝上來了 有機會 有沒有 我說你這聽多久了 10月份 你單單10月份就聽幾次了 對不對 你自己去想想看 10月2號 10月1號發生什麼事情 偽創漲停板 沒錯吧 大家都跟你說 AI股要開始衝啊 對嗎 大盤也會跟著衝一波 來到了10月6號 10月11號的時候 對不對 10月6號的時候跟你講什麼 國慶日 馬上又要再怎麼樣 大盤又要再衝了 結果呢 然後更扯的不就是在那個嗎 上個禮拜五 幾乎啦 全市場99%的人 跟你講什麼 那個地方要怎麼樣 出現轉折 因為拉了169點的下影線 你自己去看 投資朋友 不要說我在親菜講的 你自己去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 所有的老師 他解盤怎麼解的 你看我有親菜講講的嗎 怎麼講 是不是都跟你講說 那個地方要怎麼樣 多頭要大轉折了對不對 然後呢 要大反攻了 接著下來 就開始要往上衝了 有沒有 沒錯吧 投資朋友 今天他們怎麼解盤 我也知道了 只是我不想再講了啦 聽膩了 真的 我都聽膩了 投資朋友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你自己想看看 所以你這個問題一直沒解決 我想請問你 大盤怎麼衝 什麼問題 就是那一支套勞籌碼的象 對嗎 你自己去想看看 那為什麼那個人會那麼瘦 沒有資金了嗎 你沒發現這個量能潮一直往下退嗎 為什麼成交量衝不上來 簡單啊 大家套的股票一堆 買現在的現金越來越少 成交量怎麼放得出來 然後法人又趕快跑 主力也在趕快跑 這個資金怎麼衝出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思考看看 現在你如果還是想不通 現在你還是在繼續吃那個安慰劑 只要有人跟你站在同一邊做多 你就覺得 喔對喔 他講的才是對的 然後每次一跌下來 又再怎麼樣 悲天悯人對不對 又開這個萬壇了 你要經過這樣的幾次啊 投資朋友 對不對 反反覆覆 誰才講的對 你看看10月份就好了啦 投資朋友 我每次跟你講那個關鍵 到最後 是不是都是曾鴻跟你講的才是對的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今天百分之百 有人跟你講什麼 這邊16202跌破之後 叫做假跌破 你看到時候 今天是不是大家又開始講 等到哪一天 今天的低點叫做16163 對不對 又再跌破的時候 講的方式又不一樣了 天天就找不同的理由來跟你安慰 到時候一定會跟你講什麼 你放心啊 還有選舉行情 他講也講這頭 但不是 結果一直在破底 昨天跌了189點 今天起到18點而已 對不對 大家又開始很高興 我也不知道在高興什麼 跌189反彈58 要很高興 投資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怎麼樣才是對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裁員廣慶 我們明天見囉 我們明天見囉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的方產業 旅財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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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